第一部老师的恩惠,韩国,别看海拔女主很漂亮,就觉得这部电影不行,剧情其实是很给力的。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在韩国一个小镇上,发生一起恶性杀人案件,警方在找到知情人士,知情人没此向警方透露事情的经过。 画面还是相当恐怖恶心的,值得去观看一部。 第二部德州电剧杀人狂3D 电影成绩1974年版本的德州电剧杀人狂的结尾,讲述的是大屠杀的幸存者,跟朋友去寄生祖母的遗产,然而皮革脸也在祖母的房间里面。 大屠杀又一次开始,随着剧情的深入,女主渐渐的发现这个小镇曾经见不得人的故事。 画面依然是大排量不锈钢电剧,追逐着一些无助的人屠杀的场景。 血腥暴力的新恐怖但是好看,喜欢看的可以去了解一下。 第三部恐怖烂像馆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迎出于几位好开车,去观看年度大学美式足球冠军赛。 他们决定在去的前一晚在外露营,后遇卡车司机发生冲突,第二间发现车别人动了手脚,无法继续前行。 于是,他们就去到一个小镇上,他们走进一个烂人馆后,发现里面的烂像,都是被一个杀人狂谋杀害做成了烂像。 于是,他们发现,这其实是个陷阱,一方为了生存,一方为了杀戮,恐怖的画面到来。 今天就推荐这几步,画面过去恐怖单狭者误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买菜了。